新官店 新官店 我是新官店 大家好 我是阿哥 歡迎收看 五四新官店 我是新官店 我們是警察國家嗎 一個伯伯穿一個簽譜 掛一個紙袋 去別離商店買東西 有警察站在那一看警察一眼之后 六个警察跑来盘查他 这是执法过当吗 还是预防犯罪的必要之二 真坏文 偏偏这个阿贝斯 客委会主委李永德 在今天掀起了轩然大波 为此我们的宝大早上还开了纪酒会 我们来讨论 到底这是警察执法过当 还是为了维持治安呢 我们刚刚来介绍 在今天来到现场的来宾是财经专家 赖先生 显哥 阿官好 大家好 邀请前刑事警官谢文若 阿官好 大家好 前刑事警官高仁和 阿官好 大家好 好 我也特别邀请到 监视器材业者陈瑜 阿官好 大家好 要来告诉我们 其实大概很少人有被盘长的经验 大部分人都有被开罚单的经验 你知道路边的测速照相 有什么你所不知道的秘密吗 我们同学邀请到 社民党全国委员苗博雅 阿官好 大家好 好 赶快来你来看 这个阿贝 遇到了六个警察盘查之后 阿贝怒了 阿贝的老婆 邱逸颖也怒了 被盘查到他们不高兴 因为我是一个善良公民 穿着黄色衣服的中年男子 在大庭广众下扯着嗓子 和警方激烈争吵 因为不满 只是去超商买个东西 就被远景盘查 但仔细一看 竟然是客委会主委李永德 李永德气得在脸书上po文 说只不过去超商买运动饮料 路上碰到五六个警察把我叫住 要查证件 痛批这实在太离谱 台北市什么时候变成警察国家 再看看警方提供的画面 李永德背着黑色包包 穿着黄色外套 看起来跟一般人没什么不一样 但警方说他第一穿着拖鞋 第二遇到警察不断回头 觉得怪怪的 所以盘查 从警方提供监视器画面 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 李永德就是在这电梯口被盘查 而他就是要到前面 几十公尺远的地方的便利商店 来买运动饮料 但是我们再环顾一下四周 其实跟李永德装扮 类似的还真的不少 没有什么犯罪嫌疑 所以我们当下就马上让他们离开了 但依据依法行政 让李永德在脸书上再反驳 并附上大法官535号解释 说明远景领检 如果没有授权 不能不顾时间地点任意领检 或盘查 痛拼警方还在硬拗 双方各执一词 也让警方领检红线的议题 再次浮上台面 三立新闻李宋斌 李永远台北报道 说实在我也搞不太清楚 李永德长什么样子 因为这个新闻 我才注意到他的长相 也不是说该拍面穿 他说难道我是公爹吗 难道我是恐怖分子吗 警察这样做有太敲诡吗 其实我们讲就法论法 今天也不是因为说 他是客委会主委 所以就可以怎么样 其实看影片大家看得很清楚 他从头到尾没有说我是李永德 也没有讲说我是客委会主委 大家就把他当成一个一般民众 那我们回到法律上面的规定来看的话 这边今天其实 今天最重要的是我们盘查跟林检 要看的是警察职权刑事法 第六条的规定 那这第六条在讲说什么呢 警察跟在公共场所 可以对于下列之人查证他的身份 所以不是像今天警察说 你在公共场所我就可以查证你身份 而是你在公共场所 而且还有下面有 下面是一到六款 那其实这一到六款我们帮观众朋友 整理起来很简单 前面一二三这三点大概就是说 你有合理怀疑他有犯罪的嫌疑 或者是有事实已经认为了说 他已经发生犯罪的情势 那李永德他行色匆匆又看了警察一眼 这样算不算吗 还有包括拿一个纸带 拿一个纸带 然后听说他行色匆匆 请接着看警察一眼 这样算有犯罪嫌疑吗 其实这个犯罪嫌疑要从所谓的 经验法则跟论理法则来看 那为什么今天很多人都不能认同说 这样算是有犯罪嫌疑 因为你走到路上就看到好多 这种阿伯拿个纸带穿个拖鞋 如果这种都算有犯罪嫌疑的话 那那个误认的机会太大 所以我们今天会讲说 今天这一二三四五款里面 唯一有可能的只剩下这第六款 第六款 行经指定的公共场所 就是今天他在台北转运站 就是所谓的经站 有可能是指定的 指定的公共场所 可是指定不是乱指定 不是说我一个警察 我现在说 你现在就有指定的公共场所 这样不行 那个经站算不算是警察认为的 下面有条件 就是说他这个指定 要必须以防止犯罪 或处理重大公安 或社会秩序事件而有必要者 而且最重要的是 这个指定要由警察机关的 主管长官来指定 所以并不是每一位阿Sir 都可以随便指定 警察机关的主管长官 在我们的警察职专行使法里面 是指说分局长以上的 像刚刚你讲的今天李永德他今天警察不是针对你李永德在拟监理 那我们刚刚有讲 你刚刚讲这个很好 讲的这个不错 以前我们最早以前是用什么 用围警法法 结果围警法法没有了 这条社会法 现在修正了 现在完了这条警察职权行使法 我很多律师朋友 我说很简单 你律师做法部 简单 你背一半的 发路发贴就说 我说没有了 我的行使做法度 你要行使 大家不要行使 要行使 大家就做律师了 很多人算命的时候 插个话 很多人算命说 我先看最初 你以前怎么 遵照以前 有的很来行 你要你说我就知道了 所以我很简单跟你讲 这个法条里面 法条里面刚刚有讲 前三条你讲到一条重点的 第六条 行使指定公共场所 公共场所 你今天怎么外去儿童乐园 怎么外去动物园 儿童乐园都没差 怎么没差 但是这个所在 9年 去年 我不知道你对这个警察 丹尉有了解没有了解 我是有了解 因为9年他就指定这个所在 就是一个犯罪地点 怎么说犯罪地点 现在是 公共有个交通系统公共 高铁 台铁 北捷 陶捷 客运 这有个转运站里面 现在很多犯罪 很多犯罪 很多犯罪的人 他以前可能犯罪 他开他私家车 现在犯罪 在高铁 在台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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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警察不怕 所以在去年的5月 到现在的3月 短短短短短10个月 那那个所在 同那个地点 真战 查获409件 但是仁和 为什么需要6个 一个请天堂阿伯 一向中六个警察来 如果普通阿伯 真的会惹到 这种的我来解释一下 警察 6个人盘查 一个人至两个人 他不是在那边看戏 因为去年的7月 一样保安大队 在那个场景 查获到一个 很有名 一个演艺人员的先生 不是 一个男朋友 就是金阳 这个 摇摇的男朋友 持货枪枝 叫金阳嘛 枪枝 古年7月 还有一点点 对 那些射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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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担下去 不担下去 自己担下去 隔壁的人 所以 那一群6个人 不要说6个人 有时候你当过兵 一般9个人 来看一个 也刚刚好而已 好 所以 他说 这个地方确实是 过去 以经验法则 是一个犯罪的热点区 对 我们接下来要谈到重点 就是 今天警察职员刑事法里面 规定这么多 哩哩哩哩 不是 清菜的盘查 有这么多条件 都可以盘查 可是问题是 这个第六点 所谓行经指定的 公共场所的指定 其实它是没有一定 具体的标准 就像今天 我们前辈有讲说 他去年就已经指定了 那如果做一个民众 我们都是民众 我们民众怎么知道 哪一个场所是真的有指定 哪一个场所 其实没有被指定 当警察今天他讲说 你行经这个第六款 指定公共场所的时候 民众问一句说 你是什么时候 由谁拿一个长官 依什么法指定的 其实警察 应该要能够说得出来 因为假设今天警察 没办法告诉民众 他执法的依据的时候 依照我们警察 职权刑事法里面有讲 他要告知室友 如果他的法律依据是 不够健全的 民众依法 其实是可以拒绝的 所以我们不是在说 警察不能盘查 是要在讲说 警察你在盘查的时候 你的法律的室友 要讲得清清楚楚 我今天精湛 在民众几年几月几日 哪一个长官指定 依照我们这个法律 指定说 没有 事后再讲 没有啦 我觉得 因为我说一个实在 今天我讲一个比较客观的 我们也不要讲说 谁对谁错 今天一个人在家里 拿水果刀切水果 没问题 在家里拿菜刀剁菜 没问题 你这支水果刀和菜刀 你来给他精湛去 有没有问题 警察看到你这个菜刀 水果刀需不效盘查 其实 没有违法 文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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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几条几条几条 指定几年几月几号 我经常说 说文怨说 文怨说什么 说禁止攀折花木 对吧 对 我拿机子去 我没有攀也没有折 你看好 你上面写攀折 你那些就在玩文字游戏 所以 所以警察有时候 真的坦白讲 有时候我们常讲 我们警察吃山水米 哪山水 第一个 汗水 泪水跟苦水 很多的苦水没地方讲 你知道吗 到底 他觉得他 怀疑他可能是 犯罪者的理由 又会不会太薄弱 他在这个地方残场 你说精湛是一个犯罪的热点 你也可以接受 但是这个阿伯 说实在 他就是穿一个称套 你说他拍面穿嘛 不说他拍面穿嘛 不说他拍面穿嘛 不认识啦 掛一个子带 看警察一眼 这就可以构成 合理怀疑他可能是犯罪者吗 您还有一个交战手则 说 怎样可能是 有可能是犯罪者 怎样可能你执法过当 这条其实那些警察 那六个警察 因为我们以前在巡逻的时候 如果看到一个 其中假设说 看到一个这个 有点刑击 我们会觉得认定有点可疑 可疑 所以他这样一般你敢不去查 目前我看到片段这段我是不会去查他 好来来我们文怨 你觉得这个白有神迹可疑 他穿一个这样 以我们过去的执行经验 是不会认为他可以 以我们过去的经验 但是我要跟你讲就是说 那宝大可能这些同仁以前在那个地方曾经吃过甜头 也不然他们这样去查就有绩效 你知道吗 依我们的推乱 因为以前也是 那你说就重点了 其实最重要的我觉得是 他们的 还有言语之间 双方的言语之间 误解 都有认知不一样 因为 这阿伯跟言语 就是他看他 刑击可疑 他先去盘查 然后再有对话 那你怎么会认为这个阿伯刑击可疑 因为今天的记者会 说的理由 说真的也很难说服众人 说因为 他看了警察一眼 形色匆匆 又看了一个垂直 又看了一个紫带 这是不是 这个好像稍微比较薄弱 其实我们不是说 简单来讲 怎么样警察的说法 是我们学法律可以接受 很简单 他法律依据讲清楚 一开始就讲说 我是依据警察资源行司法 第六条第一项 第六款指定公共场所 什么时候指定的呢 我们怎么样分局长以上 的长官在几年几月几号指定 我相信 这因为是固定的勤务 台北转运站绝对不是说 他偶然突然跑进那盘 固定的勤务 其实在那边的长官阿舍 一定都可以把这些资讯告诉人家 今天一时之间讲不出来的时候 其实人民依法 是有权利可以来拒绝这个盘查 所以今天这个事件 我们不是要讲说 那我问你 如果老百姓拒绝之后 警察可不可以因为你的拒绝 因为他有6的6比1 6比1 他把你带去警察局说 我就一定要在警察局给你问清楚 可以这样吗 其实现在依照我们警察资源行司法 如果说在整个过程当中 就是我们不要用身体去推击到警察 我们人民我们手放好好的 他就想说 不好意思 请你说明你的法律依据 如果你没有法律依据 我是可以拒绝你 那在这种 我们没有去抵抗警察执行务的情况之下 警察是不可以用强制力的 他是不能用强制力要求你带到警察局 是是是是 第二点就是说万一 不小心有些推击 他说你这样有涉嫌有妨碍公务 把他带回去对不对 可是因为只有轻微的推击 所以照理来说 按照我们查证身份的这个规定 他顶多只能留置你三个小时 你三个小时坐在那里 你问你是谁 你又 不讲 不讲 你监莫的权利 三小时查不到 其实他就是要让你走 因为他已经没有办法再举出 任何其他犯罪的嫌疑 刚才我们大哥讲的 举一个例子 说你一个水果刀在切 如果你拿到金站去切 当然可以看 对 因为他刀子已经拿出来 很明显你可以去盘查 我觉得你有犯罪的嫌疑 那今天这个个案的原因是因为 从而到尾 其实看不出任何犯罪嫌疑 那所谓犯罪嫌疑不是说 我指的你说 你看起来像要犯罪 这样就犯罪嫌疑 而是至少你要能够去定性 他是哪一种类的犯罪 例如说我觉得你身上 可能带有凶器 你可能持有枪炮弹药管制的 你可能持有管制药品有毒品 这样子的话 其实他可以建立起一个 合理怀疑犯罪嫌疑的说法 所以其实今天这个事件 我个人认为 他是插枪走火 但是他比较有价值的一点 是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是 全台湾到底有多少是属于 这种指定场所 因为如果说今天 这个指定场所漫无边际 今天台北市警局宣布说 好整个台北市都是 我们的指定场所 都是 不要不要我也有点担心 对 我们的指定场所都公布 你说 你说 差别人更疯 你千万不能去那些 譬如说指定场所有A B C D E 这样我就去F 我敢说A B C D E 飞机场 这些地方 一定要加强为安 这个我们都同意 那如果说 能够 告诉我们说 这些地方 我们有加强为安 我们是指定的公共场所 其实反而可以协助 这个地方 来提升它的安全性 就像监视器一样 监视器一定要装在店门口 让小偷看到说 这次有一支监视器照到我 我不敢动 那有另外一种是比较随机的 比如说酒驾 我们现在防治酒驾 所以我不会去公布说 我会在哪个路口 不然你就绕路了 对不对 但是 当你在那个路口拦查的时候 你还是要能够讲出来 我是凭哪一条 在这边拦查你嘛 所以这件事情 其实它是 以前 以前我被拦检 酒桌我都不敢问 我讲细一点 不然我也敢问 哪一条 其实你可以 因为你配合是你的权利 但是你问他法律依据也是你的权利 好 我们再来看 到底在精湛 李永德跟警察之间 是什么样的一个对话 我跟你讲 逆法行政是限制国家的权利 不是说我全部人员就全部染下来 我没有全部染 我看到一个人走过来 就针箭拿过来 那就是全部染过来 没有 我们没有全部染 我现在不是在公寓 我现在是在公寓 这个罪度 小偷会写在脸上 我是小偷吗 一定要经过盘查 那通缉犯 我们没有去盘查 她是身份 我这犯罪叫她是通缉犯吗 我问你怎么看 我问你怎么判定 都应该犯罪协议 我跟妳讲 犯罪协议就是病名 你可以看到 主义认定说 他是已经要 动手犯罪的那种犯罪 一个人走过来 那时候 你又说 正确拿出来 当然不高兴 因为我是一个善良 我今天只不过 下来买一个东西 这个被警察这样问我问你 好 来 文远 我在山井 山井那些日本料理餐廳有 对 以前那些独安交易 也是同样 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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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里面同样 你为什么会怀疑 那个紫带里面有问题 最早是我们 从这个地方听到 所以你们前面 其实是有一些邪所 你已经知道犯罪嫌疑了 你已经有这个 那 以我们过去的经验 是这样的装扮 跟体的东西 那一个案很好笑 一个案外案 他站在一台 你上的车子旁边 我说车子是不是你的 他说不是 但是口袋掏出一把钥匙 你上的 然后他还一开车门 然后插进去发动 可以发动 你认为是不是他的车 是他的车啊 不是 他的车在家里 真的不是他的车 不是他的车 一向那我发现故意 天底下就是有这么巧的事 你上大概说五千多台 他还会有一台虫子 同样要死的啦 那是以前很早的事 那些人说 那台真的不是我的 我会在我们家乘客 我带你来看 那真的说 那到第四天就是这种 那个在你口袋搜出来 而且车门一打开 那上次他们 他们交易就是提的带子 所以警察有时候 在这种公共场所 第一个 我们正常的逻辑 你要去搭 不管你搭捷运 集结什么的转运 正常的人一定会穿着鞋子 我们要来出门嘛 坐车嘛 比较少的人会穿鞋子 喔 你如果穿鞋子 或穿法的公司 所以 那意思是问题 就穿着那些穿鞋子 我跟你讲 不是啦 我要跟各位报告就是说 这个彼此都有意见 那我们可以 纠正他服装移动不整 不是 阿冠 我跟你说 李主委的感受我了解 他会认为说 诶 有必要这样子 这么大阵仗吗 那个感受 我知道 所以说有时候 警察的执法的技巧 他这些从六个警察来 他也会见到啦 对 执法的技巧跟态度 这个我们内部的教育 雙方的认知有点 误解再一点点 好 警察有没有执法过得到 我们先抛开这个案子 来看看过去其他的案子 警察在执法过程当中 确实非常容易和民众之间 产生一些纠纷以及误会 证件拿出来 现在很多夹警察 我要知道你是 你证件拿出来 啊 这是什么 漏枪就对了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你现在把枪 你不警察啊 你不敢说 你不是我做的 你怎么带人 啊 你别这么转枪 你这么小的 还没出钱 你脑子跟他打死我 他突然冲向我 我真的瞬间我 不知道我有做那个动作 好 这是过去呢 警察 在执情过程当中 和民众产生的一些纠纷 对 看起来 有些地方是稍微over 譬如说 你穿着去去去去做 我去不对 你快去去去 民众说 我们去穿就对了 但是确实也因为 警方 警方比较细心 真的抓到 做饭嘛 过去也很多 有一个美食专家 有吸毒 也是因为这样子 背着包包嘛 警方跟他盘查 你说吴恩文 结果他 他也太老实了 那他也是怕的路里嘛 对吧 也是警方这样子盘查 那么 因为保大的远警 我们不可否认 像我们保大的远警 因为这样子的盘查 确实也查过不少案子 像刚刚人和有讲嘛 总共四百 四百零零零件 四百零零件 总共因为这样子查到四百零零件 只有在金森 只有在金森而已 所以说 所以说这些 因为坦白讲 我们的整个巡逻 现在就是说 一定有学长带着学弟 那这些学弟 有时候的教育 有时候往往 我也会 不要说你们 我都会骂他 以前我们都吃过亏 以前我们一个同仁 开罚单的时候 哦 塞便如的哦 这句话不得了了 当事人说我违规 我让你开啊 我开什么车 跟你什么关系 说一句话 那绝对是眼红嘛 对 你绝对是眼红嘛 看我开宾室车 结果你找我麻烦 所以我常常跟同学弟讲 就因为这一句话 人家抓到你的辫子 那可能也是李主委 会认为说 你为什么我穿拖鞋 就一定 是不是 我穿拖鞋 一定我 他说我人没人啊 本来我屁股是这样穿他啊 屁股都这样穿 对啊 所以说 所以说有时候同仁 我觉得代班的学长 但是吴恩文那一次 你竟然谈到吴恩文 对 他就被一个包包走在路上 对 为什么警察会觉得他有问题呢 因为 那个 他 有一句话叫作责心虚 他包包里面有他 有安非他命 那他自己看到警方 他也有一点 闪 闪避的状况 闪避 闪避的状况 所以你看我们工作 所以眼神是一个很重要 对 你们来决定 他有没有可能有问题的一个重要的关键 其实警方的各种的盘查 包含我们看证件 证件人怎么样 那个照片 怎么变 耳朵不会变 重点在这里 耳朵不会变 那个形状绝不会变 他的脸总共比较老了 比较垮了 但是那个耳朵永远都不变的 哦 所以我们都会 我们都有教育信念 那只是说 我敢讲说 李主委这个案子 事实上 双方在彼此的立场上 有点稍微有点误解 好 来 据说呢 警察在盘查 其实也是陷入高度风险 很危险 所以 今天 李佣德说 罵到6个来 警察说 就是要6个 不然你不知道多危险 我们在农安街 有一次我们一部巡逻车 四个人 开车的人 在 因为我们要拦减 拦减一个人的时候 我们都会 诶 这个好不好看 四个人共同看 诶 好 可以 我们才共同打什么 有一个共识 所以下去 你们要四个人先商量 诶 那个好像怪怪 一定要四个人都商量 而且他这个六个人 也不是说一个人要查 六个人都有个默契在 就那一个 哪一个哪一个 都有一个默契在 意思说这六个人都觉得 李佣德怪怪 不是只有一个人 因为他是有两个人 那不是路人家 那是他的朋友 对啦 我知道 他是六个人看了两个 其他三个来支援 他也不知道到底他在 所以你们拍他 其实一定要集体行动 一定要集体行动 我这件事在农安街34号 34号 旁边有一个公共电话亭 34号以前是一个舞厅 旁边有一个超商的公共电话亭 我们巡逻的时候 看到一个穿着皮衣 凌晨一点多 等一下卡点下 打电话没什么了不起 那我们觉得说 他看了我们巡逻车的时候 瞄了一下 头赶快转过来 那一刹那 那个眼神 一交会一刹 我们就想 这个怪怪 我们车一停下来的时候 他电话也没有挂 就很镇静的一直看着我们 一直看着我们 我们走过去的时候 我就轻轻的把他背账拍一下 我说少年的镜丁看看 镇静看一下 他说好 他要拿证件 一把枪 砰 一伸就抬过来了 那个火 在我前面那个火 30公分厂 一个火花 砰 那个耳鸣 我以前警察巡逻都没有 再穿防弹衣了 哪有人穿防弹衣 那我们的董事一串穿 把我一声放下来 马上重弹 放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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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 我那无线电 左手还来不及 左手放下来 穿下去 跑下来 跑下来 他的卡弹 当场就被我们逮捕了 我们那同事 两个人脱手脱脚 他逃到庆森医院很急救 那庆森医院很急救 那庆森医院很急救 很近 很近 所以这种 我们根本就不晓得 他是要拿证件还是要拿枪 我们完全没有警戒 所以不晓得 他看起来也很高义 好像刚刚刚要去找头 你没有办法去判断说 他到底是好人坏人 没办法 所以跟人和阿伯 我们看到的警察是要去看还是不要去看 不要去看 看这个 想开也不行 一定去看也不行 现在是要去看也不要去看 那感情就是 就好像说自然跟不自然 有时你看一个问题的事物 那个自然跟不自然 那这样这个自由兴生的空间就很大了 那到底李永德的眼神是自然还是不自然的 我们来听一下他们夫妻的说法 你今天没有任何礼物 然后事后 事后又讲说 我因为穿拖鞋 然后看到警察 形势匆忙 我说这个叫见鬼 这是超瞎的 那我说还好这个路人是男性 如果这个路人是女性的话 面对的不是警方盘查 你可能回家面临到更严重的严刑拷打 我们谈过话以后 发觉他们是没有什么犯罪嫌疑 所以我们当下就马上让他们离开了 好 不过在今天我们讨论 执法过当这个议题 对一般老百姓而言 可能被盘查的经验很少 但被开罚单的经验那可多了 我们也经常会觉得 警察大家都闭嘴 闭嘴 闭嘴是什么桥下 锅后边 看到你给董事说 你为何为何 我们也跟他有担保 执法过当 乔以后就要跟我们抓 包括路边的测速照相 那里面有很多玄机 对吗 你今天找这个这么多些 这些是什么东西 这些是警 其实警察密录系统很多 像这种是公开在录 就像这次李先生他被拍 公开在录是他们通常都挂在这里 像一般的话 如果说是制服远警 那他现在身上一定要别这个 一定要别这个 这是他们的密录 他们也是警察 也不密录 也不密了 因为他的直接别在身上 这种是公开在录的 因为警察也要自保 他现在怕有纠纷 可能到时候民众反映 他说警察 执法过当 对 所以像警察如果 他在执行 他没有带这个 可能回去要交报告了 现在一定要录 那他这个可以录多久 像这种 其实他们也不会整天录 他们就是要盘查你的时候 可能过去他就录了 他要开你红单的时候 晚上酒驾的时候 那会不会他骂我的事 他就关掉 对吧 那现在那个警察网站的时候 科学办案的时候 我们在想起的时候 他把他录下来 他买来的时候 就超过的时候 他把它切成这样 我觉得他要切到 可能不见得来解 可是他后面剪 他后面他要把把 他要把把记卡 那个影片丢出来 那这个是一般是公开在录 这个都是密录器吗 没有 这种就是公开在录 这不叫密封 就警察在算是 制服员警在用的 公开 那他这个要别在身上 是不是 他都有夹子 现在有些夹在防弹衣上面 都是这样 所以这些都是公开录的 反正他就夹别这样 像每个分局派出所 都一定有经费会买 那有些警察 因为他可能要求 自我要求高 他会自套腰包买更贵的 他就算调单位也不用上缴 其实很多警察 像自套腰包买 为了自保 他可能很重视他的工作 跟我们的行车记录器一样 对 那如果说是刑警 他去办案 他去查 可能是查 那你找不清楚 有些刑警会跟我们买这种 侦察队 因为他可能要去办 他要去先前的搜证 他就不会用这种公开在录 他可能是戴手表 戴眼镜 不是不是 这怎么搜证 你可以告诉我吗 这个左边就是镜头 他两边各一个孔 其实其中一个是镜头 真孔 类似真孔 对 他们去执行 他们有时候去 刑警就需要用到这个 那个我们常用 所以那个戴眼镜的刑警 不是为了耍帅喔 他有时候不戴 他有时候脚在这边 你以为他是耍帅 其中一个不是耍帅 要跟他根本是在录我们 现在要知道 这样了解了解 这个其实我们做很多 你这个眼镜厉害 这个眼镜也不能够戴眼镜 阿关 那个是针孔装在眼镜 对 没有错 但是以前我们针孔装哪里 装那个摩托车 不是后面不是以为 一个行李箱 那我以后要跑独假新闻 我就戴这只眼镜我就去 对啊 把它撞起来 其实很多媒体记者买这个 我坦白 我没有卖太多了 因为他们有些地方是不能采板的 以前赌场 在每个路口都装个监视器 而且有把风还有无线电在呼叫 对 那我们先把一台摩托车 先砍一踩在那里 这样对着他们那边走 对 你知道吗 那是抓 一台机车在路边没有人会怀疑 抓解体的 解体公司就是这样 不然你真的抓不到 真的抓不到 这咧 这是什么东西 这他们戴个手表 他可能就这样看着那个 也在录影 就在录影 中间黑黑的是镜头 镜头在哪里 他每一批的镜头 镜头在哪里 不一定有时候坐在六点 有时候坐到九点 他每一批都不同 所以你根本不可能知道 因为警察有时候要去查 六点或九点 我要看一下 有些是台把厂 是可能是商务的工厂 给观众朋友仔细看一下 这个六点和九点有什么不同 这真的看不出来 这就是一支录影机 这就是录影机 这一般都是行警在用的 好 或是他去抓一些 有些 所以这是警察 算是八大行业 自保嘛 对 自保 这个是摆明就是他要先 先前作业 搜证 这个呢 那这个的话就是他 就像刚刚先教官在讲 藏在机车上面 机车就对着这工厂 那另外一组人马在那边看 先看 而且全神录影 这这么小要藏在机车 后市径行李下很好藏啊 对对这警察办案 这都是非常需要的 所以然后这个就是 他就直接看到画面 那他在 一个镜头嘛 一个搜嘛 他在很远的地方 可以通过这个看 另外一组人马在车上看 对 录影 或是要攻坚之前 他都可以做这个动作 这其实已经很平常了 那这样观众朋友 现在从这个画面 都可以看到 我们的摄影棚长什么样 甚至我们本来的角 观众朋友看到没有录影的角落 好不好 没有录影的角落 其实也蛮可怕 好 对对对 所以 你看他那个镜头那么小 那个镜头 他那个镜头那么小 我们现在FD躲到旁边去 你知道拍拍到他 我们把那个镜头 装在那个伸缩的 然后伸到门缝 现在飞车头 很多人来 坐飞车前乘 乘搭车来 飞车的旁边就开始停了 现在台阶子 扳下去 再回来 我就停在这怎么办 带不去 你没去不是带到佛 是带到佛 我们把那个镜头装在那个伸缩的 然后伸到门缝 对 照里面有多少人 好 这是警察自保 我们刚刚谈到执法过当 也谈到民众 再来是 现在很多人车上都装 那个反雷达测速的 还没到 其实就像我车上我也有装 还没到 我已经知道了 那警察 通到你们这种怎么反制 所以他们可能就用雷射光束 或是用移动式的 雷达的 或是用炮管 炮管 炮管的摄影机 摄影机的大炮管 可以拍鸟 可以拍几百公尺的 那个话我们车上的反雷达 是没有用的 这个是雷射光是不是 这种就定点了 可是像这种 现在荧幕上 这种的话很多是雷射光束 这个就很难防了 这个就是你连BB都没有用 没有 其实我们车上 你车上的那个警示器 也没有办法 没有用 完全没用 这种很多是 因为这种已经是数位化了 据说现在有那种雷射墙 是不是 所以雷射墙就是说 因为以前我们 彩虹灯 一月线它有感应圈 你要踩到它才会感应 可是现在变成 那个可能会碰到雨水 也会袖斗 所以现在直接用雷射光去打 所以地上的那种感应圈 现在已经很少了 对 慢慢被淘汰掉 就用雷射光去打 你只要超过 红绿灯的105公分 它就 那个雷射光 光墙一挡住 你的车一靠近 它就联动你的照相机 摄影机 直接就录下来 现在还有一种 測速照相机 装得很高很高 那种形 它其实会装越高 基本上它就是双向 因为我们越高 我们的视角越宽 我左右就可以拍到 对 装越高的 基本上就是双向的 不是单向的 它是双向的吗 对 如果你装越高 通常就会双向 所以它其实 我们平常看到的 车速照相机 我们以为 以为 它对着我们是 这个方向 对 其实对面的车 对 没有错 没有错 所以日前台中 市政府就有编列预算 去采购这些 尤其说你说 比如说在台湾大道那边 很重要的干道 又有这种东西 那又有用炮管 炮管不单 炮管 炮管是 炮管就是很激动性的 两个警察就跑到天桥 它可以拍你月线 你可能超过 就像这样子是不是 对 随便往车道 或是 你没有 其实它们最多 它们抢前抢最凶 基本上是拍到 你在车上没有带 系安全带 系安全带 它连车内都拍得很小 或是你车上拿手机 它这个拍完可以拍到那么细吗 三五百公尺都OK 这没问题 三五百公尺 那很远 包括你有没有绑安全带 对 都可以拍得到 没有错 你说手机也没错 所以这单单 没有系安全带和讲手机 讲手机 这两个罚单就不少了 这可以去调資料 这拍了很多 好 这个根本没得防了 只能说自己稍微要 要守一点规矩 当然啦 我们犯错不对 开花团是应当的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 我们开花团 我们就是说 我们开花团 要钱都进到国库 不是 其实罚单就是警察 变相的加薪方式 而且不只是警察 对 其实现在我们所缴交的所有的罚单 只要在罚单面上有赌银 他都可以分到他的绩效奖金 你说真的所有银都可以吗 对对对 所以你唱到罚单 这名罚单哪对 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个印章 这名罚单既就有七个人可以分 既就 不应该也可以分 真的 比如说交通罚单来说 不管你穿二户 穿八户 反正他百分之三拿出来 当作绩效奖金 不然人家都要去买 对我来说 警察去买也很累 新郑交接车 刚才买到中央单楼那些 对面六楼 每天也在那里面 那一天可以开两三百天 因为大家都是违规 他都想说 都没有 都没有警示 你现在百分之三 拿出来的钱 七十二% 多钱 二十八% 那就是米的路边 对对对 所有多钱 二十八% 来钱来分 像台北市 近年这样分多少 分六点四亿 每年都够三千万 因为现在违规如节 六点七亿 平均台北市里面 这些有分到这些人 平均每个人一个月 差不多三千块至六千块 第一是变相加薪嘛 固定的滑楼 那都不用交税金 都不用保护太太 那就是我来说 外面那种事都没人知道 所以 这是最后的福利 我听说 人家去寄罚单 我们收到罚单 跑去邮局 寄罚单 那样也可以分 工友也有 吹架也有 比如说 我把你通知三个都不来 通常就寄罚 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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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能够奔奖金 对 都有 另外 有时候你乱丢垃圾 那机差人拿这个 乱丢垃圾 一千两百块 那机差人就拿百倍 一百倍就花了 那后面 那后勤的 都拿百倍 所以一千两百块的垃圾 三百六十块 是没有入国库的 三十八块 三十八块 拿掉了 另外你说工程有的污水 有没有 那整个 那机差大队来 有没有 那开到十万 拿一万五 真好 对 但是有一个固定 那一公里就抓两件就好了 没有 他也知道你会这样想 你会 上半身去抓一件 下半身刷一件 你就不用抓一件 对 不能够负你薪水的百分之二十 所以一般现在最多的拿 都拿到十万三至十万二而已 所以你一公里抓一件 你抓一件 要留在后面做绩子 你现在一公里抓十件 也是十万二 所以我们不如就 十件用酒店 每个月都十万一 十万一 十万一 一年拿掉 外面就十四万四了 所以罚单里 原来有这么多的秘密 那一般民众都有这种想法 就是说 买底了 要做业绩 不然就业绩了 要做业绩了 所以警察一直抓一直抓 真的有这么强大的绩效压力吗 那有个派说 只管两个人而已 你叫他每天 去把那两个人打开盆 打开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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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们都走出来 外面的状态 你说政家都去状态 开盆 因为他参政都熟悉的 他当时三十九 对面那些什么人 大家都熟悉 所以他们都走出来 外面的状态 他们现在状态 你知道 现在过年过世 一高抬二高抬就走学兵 对 学兵如果抬就走这种路 对 路肩 只有路肩都开不开 没有啦 所以警察连 宗怪县做业绩也对了 所以我记得非常印象很深 侯副市长 他以前跟我讲说 有一天我如果能够当警政署长 我要把很多不合理的绩效评比把它废掉 但是坦白讲我看他已经上去 看他下来了 有些东西还在 那阿公你刚刚讲的 做业绩有没有那个太香太香 对 因为刚刚我讲的是交通嘛 对不对 另外一个是刑事嘛 那么警政署为了鼓励同仁 你如果抓到柴子是什么 比如说记一支加仗嘛 对 但是你怕你只找到一台柴子车 没抓到柴子车 这台柴子车可能搬以后 拼在路边 是 你如果找到两台都没抓到柴子车 找到两台有法在开一台巡貨 有没有 他来抓不 那两台就可以補一支 補一支 補一支加价 補一支加价 有的环境遭到的心 只要找到两台柴子车 没抓到柴子车 也能補柴子车 有的环境就开始想说 这两支 两支就一支了 我朋友 我从中华父母 你搭南岛 你在南岛補一支 车都在车口都替门关好 你两天都不可以 两天好 我这边给你瞎找到了 这样搭两支就一支了 真的这样喔 有的环境在找亲家朋友 所以警察的亲家朋友 我讲这是第一点 车都不见过 我讲这是第一点 警察的亲戚朋友的车常常不见 配合 配合业绩 这个就是变相 变相的等于说 有的远警他取巧 另外还有一种取巧 我办过 我办过 因为我们警察有很多种 包含捷印警察 你知道铁路警察 铁路警察的管车是在火车头 是 他现在火车头 很多人来坐火车的时候 是没有 游泳开车来 火车头的旁边就开始停了 现在铁路警察 就把这条游泳牌抬你 抢你抖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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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电脑就开始打 每天打这个车牌 要买 因为你游泳车停在火车头 坐車要打半天還回來 我就聽到在這裡怎麼無意了 車沒去 你無意不是被抵到破是被當地拍手部 沒有了 在火車頭上那個拍手部 現在電腦拍這個車牌 兩天後這台車用張車 他在城口砍出來 又是說我把你找到了 聽到那邊抵到樓梯 所以警察也是賊 警察自己做賊嘛 所以我們過去就是認為從那裡面去抓 從那裡面去分析可疑點 因為我那時在刑事警察局 我在督察室 我們就分析說 有員警有哪一些投機跟作弊的 包吻你剛才說 我的作業機 這個造業前往往會產生很多亂象出來 那你要怎麼去防堵它 我們就已經有頒令下去說 如果說因為要受理 受理回家有沒有 那這裡剛好有個環境很聰明 因為你跟年底褲子 要拿架的最少要六幾多種 六支加獎 對 六支加獎就要破十二件案子 你看想 一年是不是一月到十二月 對 人家的兩個月就已經躺起來等了 年頭就準備好了 已經都看好了 年燥就穿好了 看好等 六基加獎都穿好了 對 對 對 你有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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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腳踏車嗎 所以說 這個就是我們要給警政高層去思考說 因為他們很喜歡講一句話 數字會說話 但是數字沒有講實話 但是數字也會騙人 對 數字也會說好話 對 好來 這樣好 這家的警察一定覺得很帥的 去踏著鐵包 為什麼踏著鐵包 那不是李永德都沒問題 對嗎 所以聽說 你們警察為了自保 常常要去背 這個部長的車號是幾號 那個議長的車號 那個立委的車號 甚至他的長相 你也要記清楚的 不然就錄到 你不知道是李永德的事情這麼大條 從以前我畢業的時候 我們那個大使館服務務的時候 我們開始要背使領館的車牌 大使館的車牌 督察室的車牌 來幫你查 那個查勤的車牌 都要背 那背了之後 我們就遠遠 它那個死巷子 一台車看車牌 因為以前車牌好背 六個而已 對 前面兩個後面四個很好背 現在比較複雜 現在比較複雜 以前沒有英文字 所以只要背後面四馬 就是差不多什麼車都知道了 那後面交的就是跟你講 你先看顏色 看廠牌 再背車 這是什麼樣的車 哪個部的哪個局處的 你們還有記憶的SOP 有有有 快速記憶法 每一個單位部的車不一樣 有的人可能他用喜歡30的 他就這批就買30的車子 有的可能他就喜歡福特的他買福特的車子 所以都不一樣 所以一批一批 一批一批都不一樣 所以會記憶都記憶在那裡大頭的 這是上面比較 我們會比較注意的 我記得我們在十幾年前 有一個交通警察 那時候我在刑事組 一個交通警察 第一大的績效是什麼 酒駕 酒後駕車 那個酒後駕車第一個有加獎 第二個有獎金 那個交通警察抓到一個酒駕 那個酒駕是一個 他也跟他說 他說他跟那個交通警察說 我是行政院的參試 參試一般人聽到 參試到底是什麼我也不知道 但是參試他已經是可以比你 他的級別可能比你幾乎幾乎 那他抓到參試 對 那警察 那警察也像 國主委抓到就抓到 當然啊 台市中市華市民事 我不要聽到 我不要聽到參試 警察那個說 他整把他抓起來 一把火就... 那個警察他真的也調皮 你不需要講這個東西的 你抓到就抓到了 那你講這個東西 台市中市華市 我不要聽到參試 所以... 結果咧 把他送來到警察局了 送到警察局的時候 不得了啦 半個小時之後 分局長也到了 交通大隊長也到了 他們交通隊長也來了 那個警察很可愛 我們抓到 你連連說 你要綁你綁你綁你綁 誰敢放 哪有人敢放 那個警察後來的命運呢 現在離職了 他後來就馬上被調皮 他要怎麼回來了 我們幾乎